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聊聊暴雪最新推出的手游,魔兽大作战,自11月2日全球发布以来,这款游戏可谓是一炮打响,首周下载量就达到了惊人的330万次,而在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的收益更是超过了870万美元,这样的成绩无疑证明了魔兽大作战的巨大吸引力。 来看看这330万次下载中的分布吧,大约196万次来自Google Play,而App Store贡献了140万次下载,但有趣的是,尽管App Store的下载量略低,其营收却高达470万美元,这说明魔兽大作战在不同平台上的表现各有千秋。 再来聊聊市场分布,美国无疑是魔兽大作战的头号市场,为这款游戏贡献了约360万美元的收入,德国、韩国和加拿大也紧随其后,各自贡献了不菲的收益。 游戏本身呢,魔兽大作战采用了类似皇室战争的动作策略玩法,但它提供了更大的地图和更丰富的单人战役,这无疑增加了游戏的吸引力。 不过,游戏设计分析师汤姆·弗洛德指出,尽管这款游戏可能很受铁杆粉丝的欢迎,但它复杂的玩法可能会让主流玩家望而却步。 面对与皇室战争的直接竞争,暴雪需要精心调整策略来吸引更广泛的玩家群体。 不过,鉴于皇室战争近年来的下滑趋势,魔兽大作战在许多方面与之存在差异,因此暴雪仍有机会打开局面。 总的来说,魔兽大作战的初步成功展示了骑士场潜力和玩家的积极响应,随着暴雪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游戏体验。 我们有理由相信,这款游戏的未来将会更加精彩。 大家觉得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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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线 Fransz的踐启